我想问你个事 今年你参加保研考试吗 应该会 那你选了哪位导师啊 一个态度 态度 哪位态度 这就不告诉你了 还有事先走了 不是 子正 到底哪位态度 是不是李教授啊 来 你怎么在这儿呢 你看见路是这儿了吗 对 子正刚刚过去了 怎么有事吗 我去找他 他说帮我搬家 我去找他去啊 是这么回事 他让我去找你来着 我还有什么事 原来是搬家呀 不是准备出国吗 打算什么时候走啊 八月底吧 他怎么那么不靠谱啊 可能是有什么要紧的事吧 反正我也没什么事 要么我帮你搬去吧 不用了 不麻烦你了 我去找找他啊 你看你 文叔你跟我客气是不是 走吧 那谢谢 你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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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说不让我进袋子 抱歉 借顾一下 谢谢 李教授 此事啊 来 来 来 随便坐 教授 你好 李教授 你怎么就空着两手来了 你的毕业论文何必设计呢 因为我想从前两年的选修课里 已经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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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需要这些东西 来证明自己的实力了 是吗 还是李教授了解我 那我问你 你为什么要选修犯罪心理学 你将来打算是什么 因为我爸爸和爷爷都是警察 他们经常告诉我破案的故事 小时候我就奇怪 为什么总有案子破不完 人抓不完 长大后我就特别想了解 那些作案人的心理 他们为什么要犯罪 从源头上找到解决制止 和减少犯罪的方法 拜李教授为导师 一直是我的梦想 如果能够实现 我想在犯罪心理学上 进行深入的研究 并想留校任教 那你今天来 试相杂谈的什么消息啊 当然是保研的方法 当然是保研的方法 这时间过得真快啊 一晃就是四年 可不是吗 我还记得当初咱们认识的时候 就这个箱子 你还抢着帮我拿来着 你记得吗 是啊 我想起来了 还有那点时间不是 就想着能跟你凑凑近乎吗 也没别的招 就帮你拿个行李 搬个箱子什么的 我当时还以为 你要偷我的东西呢 吓我一跳 所以啊 你这一喊 好像陆自证那个二百五 冲出来就打我 后来我得知道 原来你们俩啊 是青梅竹马 就爱炒脑 老想保护我 这回你不是要留学吗 不要去几年 三年 三年 时间不短啊 自从我跟总之后 认识以来 还没分开过那么长时间呢 反正 毕丽恋是非常痛苦的 你得有心理准备啊 我认识好多队 最后啊 都没坚持下来 上我选修课的学生当中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你是我打分最高的学生 所以我对你的期望值很高 我期望着你 能给我交一份 什么样的毕业论文 是不是对得起我这个名额 这是我最近 比较感兴趣的一个课题 这里边有个具体的研究方向 如果你的毕业论文还没有选题 你可以拿去看看 参考一下的 比起保研考试 我觉得 毕业论文更能体现一个学生的真实实力 我一定不会辜负教授的期望 我相信 谢谢教授 其实我们俩嘴上还挺乐观的 其实心里还都挺害怕的 你知道吗 嗯 昨天肚子症突然跟我说 让我们把结婚证领了 你答应了 我差点就答应 什么叫差点啊 结婚 毕竟 是大事 怎么着也得经过我爸同意 对吧 如果我们俩偷偷地就把结婚证领了 那我爸知道了肯定适得其反 你的意思 叔叔好像对路子症印象一般 我爸对他印象挺好的 你毕业以后有什么打算啊 我 我当时希望毕业之后能留在江北市了 不过我知道 就像我这种 一没关系二没背景的外地生 想留在江北这种大城市 几乎是不可能的 怎么会啊 你太悲观了 对啊 我的确不能太悲观了 所以 我做了个决定 什么决定啊 只告诉你一个人 我准备 保研考试 真的 支持你 许天逸 路总正说晚上经理喝咖啡 行啊 他请客我就去 他把搬家这事给忘了 有什么要解释 我可来了 别问了 不帮我 不帮我搬家也就算了 你说好了请人家喝咖啡你还迟到 真是抱歉 没有帮你搬家确实是我的错 但今天我也是在为咱俩的将来努力 什么意思啊 你不是一直问我毕业后的打算吗 我现在宣布 我打算 我打算 考李博钦教授的研究生 我考虑一下 我一个本科生 毕业之后很难在短时间内取得什么成绩来让你爸爸认可我 而且我也觉得自己更适合学术研究和留校任教 李教授的名声不用我多说了 他是犯罪心理学的态度 在这个学术领域里他可是首屈抑制的 能当他的学生 怎么了 我听说李教授的研究生特别难考的 而且他对论文的要求极高 今天好像只有一个报考名额 不真是因为难考 考上了才更能向他爸证明我的能力吗 我说我爸是为了让你更努力 你等我回来就行了 你是怕我考研失利 不是 我不是另意思 其实今天下午我是去找李教授 我已经向他表明了我想保研的意愿 他也很认同 还给我开了小灶 他暗示我保研的关键是毕业论文 他还给了我选题的参考方向 怎么了 他也要考李教授的研究生 我 我 就是凑个热闹 你李教授给你什么提啊 资政 你这干嘛呀 你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文书 这点我能理解的 这点我能理解的 那你还打算和我竞争吗 资政 不是 我开工没有回头见了 我的申请早就递上去了 你担心什么呀 我肯定考不过你 那你还打算和我竞争吗 我已经做到这程度了 我也不打算复习了 干脆裸考就OK了 那你还是想考 子赵 温叔啊 我忽然想起来 那个晚上我还去打工 这样你们先聊 我先走了 那你抓紧时间 好好准备论文啊 拜拜 你这么说话不太好吧 没事啊 兄弟间两肋插刀 放心 没事 对了 离提交论文的时间 没剩多少了 本来我已经选好了论文题目 现在得重头来过了 你能帮我搜集一些资料吗 你曾经在法律援助中心实习过 应该有很多可以参考的 按理 行 那你需要我准备什么 你看看 不要给徐轻易一个按摩 值得 两位一起是吧 是的 一共消费三十多 好 行 给你 正好 欢迎下次光临 好 行 慢走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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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高 我们展示烈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师 那个 我找一下李教授 李教授在和出版社说事情 你下午再来 下午是 行 谢谢您 李教授 您的论文还有多久才能完成 我们出版社等着帮您发表呢 我已经完成了 但是我想再等等他 为什么能李教授 您也知道 今年是我最后一次在研究生 在我的心目当中 已经有了人选 我对这个学生很期待 对 所以啊 把我的论文研究方向给了他 让他作为毕业论文的选题 我期待着 他能跟我有不一样的见解 我想看到他的毕业论文之后 我再发表我的论文 好吧 这些都是我从法律援助中心拿到的 你看看有没有能用得上的 都是一些关于弱势群体的案子 这些用不动 这个很有意思 徐轻易跟我说 你们俩好长时间不联系了 大家都在忙着准备论文 没有联系是很正常的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 但是我也不想让你们俩关系搞得那么僵 毕竟都是四年的同学 我们的关系没有降啊 这只是一些正常的竞争 没什么的 现在我也管不了这么多了 最重要的 事先成功保研 趁你出国前 我们把结婚证给领了 你怎么那么幼稚啊 你放心吧 我会回来的 不会不要你的 你能够帮我约一些 这个案子里的当事人吗 当然 律师或者是调查刑警 那就先这样了 我晚一点再来找你 你干吗去啊 还有些事 秦逸 你也来啊 好好好 你 你走啊 是 好好好 你来查资料啊 对啊 我喝自习嘛 总算是把论文的题目给定下来了 嗯 不过手头缺乏一些经典的案例 和一些素材 所以过来看看 嗯 这么多都是你帮他准备的 嗯 嗯 嗯 不过他好像没什么用 我再帮他找一些类似题目的论文吧 嗯 那要是不用的话 介不介意让我看看 哦 当然 谢谢啊 不好意思啊 嗯 都是因为我他才参加保研的 好 其实我谁都怪不上 谁要怪的话 就怪李教授 只有一个名额吧 这些个资料你不着急还我去吧 嗯 不着急 那行 那我先看一看 嗯 哎呀 哎呀 小气鬼 没事 哎 啊 李教授 有事儿吗 啊 我徐星亿 啊 我也报告了您的研究生 这是我的论文 我想给您看一下 谢谢啊 关于论文的事情 咱改个实际再说 现在呢 我去教务处 那边还有点事儿 好吧 哦 就这样啊 行 明天啊 那您慢走啊教授 好 老师 这是李教授的新书吧 对 刚印象出来的 哎呀 你看这么成我 我来帮你拿 好 没事儿 我我帮你送您姐给李教授 那 那谢谢您了 您忙您的吧 那我先去 没事儿 哎呀 没事儿 哎呀 子正 子正 别锁门 别锁门 你怎么来了 哎呀 教授的书印出来了 我就送过来 那我赶着回寝室 那 那怎么 你 你等会儿 嗯 你自己来 嗯 你自己来 那行 那我怎么事儿 帮你锁锁门好吧 嗯 交给你了 好嘞 好嘞 放心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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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干嘛啊 文叔啊 我我刚才帮助教班输 陆子正呢 找子正啊 他刚才在李教授办公室呢 后来他就回寝室了 要不你上寝室找他去 这个不靠谱了 那我先去啊 好 小孙子 你把这个给我送到报社去 给小王 但是一定要小王听我的电话 好 再发购 我不在的时候 有谁来过我的办公室 应该没有吧 只有陆子正在这里看通文 怎么了 哦 你先去忙吧 嗯 我等他一个人再说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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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呢 怎么样有帮助吗 上回你给我这些资料 我宅来其中几个 嗯 然后其他的先还给你了 哦 好吧 文叔啊 这次你帮了大忙了 谢谢你 没事不客气 行那你忙我先走 拜拜 拜拜 喂 喂 紫正 我在图书馆呢 啊 我上次给你的那个资料里面 有一份你好像辣了 我觉得还挺有帮助的 这个题目是 当代社会弱势群体暴力犯罪的 心理学研究 文叔 嗯 这是这个 这份资料你从哪里拿来的 就在上次的那些资料里啊 你都没人看 露掉了吧 这份资料不太有用了 是不是 嗯 教授 小山 谢谢教授 嗯 嗯 嗯 对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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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心事 我可没你想得这么乐观 出国这三年 学习上有压力 生活还那么艰苦 而且 我还 还啥呀 还吞吞吐吐的 你耍快点行不 你猜 我猜 那就是 那就是 语言不通 水土不服 举目无亲 对吧 举目无亲 贴点边 这才贴点边啊 那是什么 你告诉我 你说 那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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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期待着 他有跟我不一样的见解 你 这个关键很新银 我看好以后啊 我才约你 哦 真的 那那谢谢您 行 那那李教授 那那我那我先走吧 请进 郑授 你的论文我看了 你的论文我看了 我对你相当失望 失望 你的论文不是你的 无论是从论诊方法 还是引用案例 进行分析的手法 都有抄袭的协议 看了前几章以后 我以为只是巧合 但是我全面看完之后 我得出两个结论 要么你路子正 是我肚子里的回冲 我怎么想你全知道 要么就是你偷袭了我 为发表的文章 我确实参考了一篇 从其他地方找来的论文 可我不知道 那就是你的论文啊 因为我觉得 那里的论点新颖 论据充分 分析的内容也相似 所以我就参考了那里的论据 但是论点是不同的 行 你不用解释 你出去吧 我还有其他工作 教授 我绝对不会让一个小偷 做我的研究生 小偷 我不是小偷啊 教授 不是我 真的我 算了算 你也不用解释 你究竟偷没偷我的论文 我也没有证据 我也不想追究 但我可以明确告诉你 如果一个学生 要想讨好教授 而放弃自己的见解和观点 无论他有多优秀 我都不会让他成为我的研究生 尤其是最后一个 作为毕业论文你通过了 如果你还想继续考研 你就另找导师吧 现在还来得及 至于今天论文的事情 我不会跟其他人说 就算我给你个面子 出去吧 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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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篇论文你到底是从哪里拿来的 我 我也忘了 应该是从法律救助小组办公室找到的吧 怎么了 你少骗我了 是不是你从李教授那偷来的 这是他未发表的论文 我偷 这是李教授的论文 我不知道啊 你明明知道 却故意不告诉我 就是想让李教授觉得我是抄袭是吗 我干吗故意要害你啊 我比任何人都希望你被保研啊 那为什么最后保研成功的人是徐清一 我 我不知道 徐清一用了和我几乎同样的论文 但是他另辟蹊径 找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见解和观点 相比之下 我的论文就像是拙劣的抄袭 你肯定给他看过这篇论文 并且告诉了他 这是李教授的论文 我没有告诉他啊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我根本就不知道他在准备什么 我亲眼看见你在图书馆里 给了他这些论文的 那些论文都是你不要的呀 再说了 我为什么要帮助他来害你呢 因为你根本就不想和我结婚 其实你和你父亲一样 根本就看不起我 只觉得我是个富家子弟 好吃懒做 如果你觉得我不适合你 你可以直接告诉我 何必用这种方式来折磨我 你说什么呢 我是怎么样一个人你不了解是吗 你太过分了 陆子正 说你这种方式 他想要帮助他 你 debate是吗 就不赶紧 你什么呢 是你很晚的 是你不赶紧 你干什么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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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正好在隔壁里面 看见你在这儿 我知道你们 吵架了 都怪我 跟你没关系 其实这件事情啊 也不能全怪自证 因为她一直都是那个脾气 这次保验失败 对她的打击特别地大 所以 所以才闹成这个样子 她肯定是太怕 你会对她失望 所以才 她这样我更失望 失败并不要紧对吧 谁都不可能有一帆风顺的事 可是遇到问题得解决啊 她不能把问题推卸到别人身上 文叔只要你开口 我可以去找李教授谈 我让她把名额让给自证没关系 李教授不可能再接受她了 李教授认为是陆子正偷了她的论文 这里面肯定有什么误会的 陆子正就是这样 遇到问题不解决 就爱闹情绪 这几天我 我去见李教授的时候 就不能提她的名字 教授只要一听到陆子正这三个字 就又摇头啊 又叹气的 你说得对 他们一定有什么误会 不如这样吧 我哪天约约教授 跟她好好地解释解释好吧 事情已经这样了 也不可能挽回了 就当陆子正冷静下来以后 我再找她好好谈谈吧 对 文叔我真希望能帮你做点什么 可是我做不了 文叔你马上就要出国了 你这种情绪 我会担心你的 你 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 无论你是不是在国外 或者在其他什么地方 我都可以 为你做一切事 真的 你 你去哪儿 不是 我 我得接个电话 你稍微等我一下好吧 你先别走 你等我一下啊 喂 李教授啊 是我 是我 对 我去 方便 方便 有时间 您说 我下车 有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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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比不过 要这一这样 你真是个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是不是看见什么了 是你偷了李教授的论文 这没非没绝的话你不能瞎说 我都在你电脑里看见了 那你是你误会了 电脑里那文件是李教授自己考给我看的 那你现在就给李教授打电话证实 我那天亲眼看见你从李教授的办公室里走出来 手里还拿着一个U盘 是你把李教授的论文加在那些资料里还给我 是你利用我 是你利用我还陆子赵 目的就是为了你自己能保上人 是想好吗 文叔 这件事情 你别告诉其他人行吗 我曾座只是为了拿走我自己赢得的 路子正那张嫌疑警已经翻不了身了 他没希望了 你说你 你也给我一次机会信 我保证我不离开你 我会比他更爱你 你太可怕了 你别狡辩了 你自己明明做了坏事你还怨天忧人 我现在就去告诉李教授你是有什么样的 造成这一天的人其实是你 我那天亲眼看见你从李教授的办公室里走出来 手里还拿着一个U盘 是你把李教授的论文夹在那些资料里还给我 是你利用我还路子正 目的就是为了你自己能保上个案 文叔 这件事情 别告诉其他人行吗 刘 hamb! 没有 Ouais 我这么做只是为了拿走我自己赢得的 路子正那张嫌疑已经已经翻不了身了 可没希望了 有人说你也给我一次机会行吗 我保证我不理他你 我会比他更爱你 你太可怕了 你别狡辩了 你自己明明做了坏事你还怨天忧人 我现在就去告诉你教授你是什么样的人 造成这一天的人其实是你 你别别走 词曲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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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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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